Hello 我是Aerwin 今天跟大家講一下螢幕的最高亮度 Peak Brightness 大概有三個重點要跟大家講清楚 第一個重點就是大家在日常在室內的時候 將螢幕手動調到最高亮度 那個亮度到底會有多亮呢? 第二個重點就是在太陽很猛烈的情況下 這些手機螢幕的亮度 你看HDR電影的螢幕的亮度是不是又會不一樣呢? 第三個重點就是有些手機可以在設定手動打開這個額外亮度 其實這條片部分的片段在上個星期我已經拍了 但因為影片長度的關係我剪走了 誰知引來很多質疑 希望這次這條片可以解釋清楚 現在這裡有iPhone 13 Pro S22 S22 Plus S22 Ultra 還有一部Mini LED的iPad Pro 我們首先手動把這個測試的亮度 在這個Quick Setting那裡調到最高 你會看到iPad Pro和S22是比較暗的 我把相機感光調低一點 再看得清楚一點 你現在看到就是室內手動調到最亮的情況下 所看到的亮度 這裡是未打開Samsung的額外亮度 現在我們用燈照到Sensor上模擬一個很猛烈太陽的情況下 在猛烈太陽情況下 Samsung的手機的屏幕會自然更加亮 其實也就是等於額外的亮度 我現在拿開燈你會看到變暗了 然後再把燈放上去 你就會看到分別 在燈照著的情況下 我再把相機感光調低一點 你就會看到iPad Pro和S22是特別暗的 然後我先關機 然後拿風扇上來幫它們關熱 關熱的原因就是因為 因為手機在一定的溫度的時候 它為了避免手機過熱 就會將螢幕的亮度減低 避免這個情況發生 我們在測試與測試之間 就要用風扇幫它們降溫 接著我們就會打開一條HDR的影片 我們測試這條影片叫做 Real 4D HDR Test Pattern 它最光的秒數就是在3分01秒這個位置 大家有興趣也可以去這條影片的這個位置 看看自己的手機最光的情況下去到哪裡 那我就把iPhone放在S22 Ultra的旁邊 更加容易比較亮度 那現在這裡就是S22 S22 Plus S22 Ultra iPhone 13 Pro和iPad Pro 然後把相機的快門再調快一點 更少光可以進入相機裡面 你就會最明顯看到中間的三部是最光的 亦都跟剛才猛烈太陽的測試結果是一致的 然後最後一個測試就是測試Samsung額外亮度的設定 首先在快速設定那裡把它們調到最光的 手動調到最光的時候 iPhone明顯是光一點的 相機也可以幫助我們看到 Samsung的設定這裡 將最佳化亮度關閉了它 然後將額外亮度打開 那最主要是 Plus Ultra和iPhone做比較 這部S22其實就很明顯是暗一點的 S22 Plus S22 Ultra和iPhone 13 Pro 在這個情況下 打開了額外亮度之後 它的亮度才可以跟iPhone 13 Pro做比較 而這個打開額外亮度和模擬在太陽猛的情況下 其實是一樣的 然後我們再將相機調暗 然後相機的感光慢慢調高 你會看到iPhone和Ultra是差不多光 S22 Plus就暗一點的 那最後總結可以跟大家說 iPhone 13 Pro和S22 Ultra的亮度是一樣光的 說的就是在猛烈太陽的情況下 又或者Samsung的機打開額外亮度 那至於S22 Plus和Ultra做比較 Ultra是很明顯光一點的 可能因為LTPO的關係 其實這個測試就是想告訴大家 我們用的是智能手機 亮度其實是不需要我們自己手動去設定去擔心的 在太陽猛烈的情況下 亮度就會自動調光去遷就你的環境 而在室內你要調光到最亮的時候 我就不明白為什麼Samsung要有一個額外亮度的設定 你打開額外亮度還要關閉自動設定亮度 我覺得這件事都很愚蠢 這條影片就是這麼多 喜歡的話記得給個like 想看更多的話記得訂閱 我是Edwin 我們下次再見 我們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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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